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3月19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能眼 能眼的会员网站开通的 域名是3w.财经能眼的全篇.com 里面可以收听能眼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欢迎大家订阅 最近几天全世界的投资者可以说都盯住了美股 北京时间3月18日白天 美股的三大股指期货就全部熔断了 释放出了一个恐慌的信号 那么到了晚上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不久就宣告熔断 可以说这是美股历史上第五次熔断 而其中有四次发生在近一个月之内 有三次发生在近一周之内 熔断的速度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 而标准普尔盘中的跌幅 今天一度达到了10% 在过去七个交易日内 标普500指数的每天平均的跌幅 已经超过了4% 可以说已经刷新1929年11月 也就是美国的大萧条以来的 创造的连续六天 跌幅超过4% 这样一个记录已经被打破了 道琼斯指数盘中也是一度大跌11% 最低跌到了19000点之下 大跌2300多点 收盘也大跌了6.3% 收盘点位也没有到2万 可以说川普上位以来 三年股市上涨了1万多点 但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全部就跌完了 跌去了三年的涨幅 大家想想这样的跌幅有多快 有多恐怖 从大萧条二战1987年黑色的星期一 91197年的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以来 可以说美国的华尔街是见过大市面 但是这一次华尔街都感到害怕了 他们已经开始提议限制股票做空 再向白宫提议 那么这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 我有个美国的朋友 最近他就抱怨说 这波美国股市的大跌 让美国人的养老金退休金教育基金 等等很多美国人财富大幅度的缩水 他说他的养老金账户跌的是惨不忍睹 他都不敢看了 所以面对不断的熔断 有消息就说随着股市的下跌 华尔街几位大佬已经要求川普政府 恢复一项被称作 提价规则的旧有证券法规 而白宫正在接到华尔街的呼吁 准备限制做空 就是限制对股票做空 那么这个规则是在2007年 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给废除掉的 这条规则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规定只有当最新的售价高于上次成交价的时候 才能卖空 能够阻止卖空投资者继续下杀 从而阻止股价的下跌 而在今天 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从3月23日开始 关闭股票交易大厅和期权交易所 那么不排除未来的美国全面禁止做空的可能性 目前限制做空的国家已经有好几个了 你像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韩国 德国 这些国家都在限制做空 菲律宾更是直接关闭了股市和债市的交易 可以说是全球首开先河 美国限制做空也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对于全球最自由的金融市场美国来说 如果真的一旦限制做空 那么这种恐慌可能比灾情本身更加让人担忧 可能会继续加剧大家的恐慌 这样的作用只会适得其反 北京时间18日美股盘中 美国推出了一揽子的规模高达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其中包括5000亿到5500亿美元 将用于直接向民众派发现金或者是减税 3000亿美元用于救助企业 减少企业的裁员 500亿美元用来帮助拯救航空业 你像波音它的损失就非常惨重了 这一次 而且将花1500亿来支持其他的行业 可以说这些好消息就刺激了昨天的道琼斯指数 收盘的时候上涨超过1000多点 蜡指也上涨超过6% 可是不到一天的时间 美股就把这些利好全部都消化干净了 剩下的就是利空了 利好出境就是利空 美国财长鲁钦昨日就表示 这次疫情的影响可能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 如果不进行刺激的话 美国有可能会面临高达20%的失业率 直追大萧条 这也是美国人无法承受的 而就在今天 一条消息在国内外的金融圈开始爆炸性的传播了 在各大主流媒体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 一条有关桥水基金爆仓的信息就在机构市场间疯狂流传 桥水基金因为成功预测了2008年次贷危机 而声明确切 可以说在投资界是非常有名 创始人达尼奥算是投资界教父级的人物 桥水爆仓的话题 可以说是核弹级别的金融事件 有的人开始和雷曼兄弟破产来相提并论 说是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可能就是桥水基金爆仓 关于这次桥水基金爆仓的话题 主要是一段对话引起的 知情人士就称 亏损主要是桥水的股市多头仓位和国债空头仓位所制的 还有称爆仓的原因是来自沙特的大额回购 沙特的国家主权基金大量的赎回资产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沙特持有大量的美股空单 在这次做空美股 让美股崩盘的行动中 可以说是大赚特赚了 堪比索罗斯 截至目前并没有任何权位的消息 能够证实这条新闻 就是说桥水爆仓了 而桥水基金中国区的总裁 也出来辟谣 说这是假新闻 但是不排除爆仓的可能性 至少在这次金融的风暴中 桥水基金确实是巨额的亏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桥水基金因为逆势刨银大盘 大赚10%而一举成名 早年古债起涨的时候 这种趋势导致风险评价策略所向披靡 风险评价策略也就是全天后的策略 这是桥水文明于世的一种策略 是他首创的 他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增持波动率降低的资产 就说这种资产比较平稳了 在平稳的上涨了增持这种 而减持波动力上升的资产 就是很多资产可能涨到了一定程度 波动开始加大 开始要调整减持这种资产 所以维持一个总波动率大致不变 过去几年非常低的市场波动 你像股票债券价格都是在平稳的上涨 它的波动性是不断的降低 收益率都是非常可观的 桥水基金在2019年的收益率达到了16% 算是笑群雄在对冲基金里面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在11年的扩张周期之后 桥水这次并没有在市场冲击波中陷命 2020年是该策略自2008年以来最惨的一年 标普500风险评价指数 在上周五个交易日就中错了10% 恐慌指数高达82 那么在过去四周时间里面上涨超过400% 导致避险风险资产被同时抛售 以往风险资产如果是跌的话 那么避险资产它就会上涨来进行补位 但是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通杀的情况下 那么风险评价基金它就必须要平仓 就要降低杠杆水平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像以前你买美元如果是涨 那么黄金可能就是跌 对不对 如果是股票涨 那么债势就可能跌 对不对 但是现在都是通杀所有的全部下跌 那么你桥水这种对冲的操作方法 你所谓的风险评价就没用了 比如说在此前 第一波美股抛售引发的避险情绪之下 资金开始涌入国债 导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九天一度是跌到了0.3%的附近 国债收益率不断的反弹 在13日的时候最高反弹到了1%左右 那么它的收益率反弹 它的价格就在下跌 对不对 所以国债的价格和股票的价格是同时跌的 这种避险就失去了作用 波动率的不但攀升开始导致避险 所以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被同时抛售 就出现股汇双杀的局面 就是美国的这种金融市场 包括全球的金融市场也都是这种局面 这是很少见的 回顾2019年股债齐涨的格局 使得风险评价资金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桥水全天候的基金收益超过16% 目前桥水全天候的基金收益没有公布 但标普500风险评价指数 在过去5个交易日已经下跌了10% 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么以这个作为参照的标准 可以判断桥水基金5天的亏损 基本上已在10%左右 3月18日桥水在客户的信中就说 两类策略的回撤幅度在10%到20%不等 在金融风暴的时候 投资者进行基金赎回的操作 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这就给了基金公司很大的压力 截至上周 今年以来 桥水旗舰向纯阿尔法对冲基金 它就大跌了20% 主要因为是在灾情持续发酵 股票和债券通杀导致了桥水翻船 其实不只是桥水 相对价值策略基金 基本都是集体的崩盘 华尔街很多非常牛的对冲基金 现在全部都陷入了大的麻烦 主要就是因为流动性的危机 那么这才导致了黄金 债市 股市 汇市 全面的陷入了暴跌的风暴 这场风暴比2008年更凶 那有朋友可能会问 美国这些对冲基金的爆仓 会像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一样 点燃美国新的金融风暴吗 美国这些对冲基金 是金融市场的蓄水池 源源不断的年价资金 是他们所有投资成功的最核心的条件 没有之一 无论是巴菲特通过保险融资 还是向中国国内的机构 通过买下银行的牌照来融资 还是侨水这样的相对价值策略基金 通过银行回购融资 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要资金成本最低 它才会维持适当的利润 投资能力再牛 你融资成本高了 融资能力下降 一样搞不好 所以融资成本上升 或者融资渠道受阻 投资基本上就不可能成功 但是很遗憾 市场风险现在是飙升 整个回购融资市场 基本上要垮掉了 那么银行对市场的支持 就开始收缩 因为受到2010年出台的 沃尔克规则的限制 美国的银行 它需要进行风险的管理 主要就是市场的风险 如果超过一定的程度 超过了限制 银行就必须降低风险头寸 降低对冲基金的回购融资支持 那么这个限制 已经让很多银行 削减了80%的风险头寸 问题是 银行这个时候 它本来应该是向市场 提供流动性的 对不对 但是它现在却不得不减少流动性的供给 其实银行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有刚性的管理规定在那里 也就是沃尔克规则的限制 就在那里 你必须要按照它规定做 防控银行的风险 这是美国从上次次贷危机里面 吸取的教训 也是遗产 更重要的是 油价暴跌 经济衰退 灾情蔓延 很多公司破产的风险就飙升 也就是说 公司借银行的钱 很可能还不了 那么银行怎么办呢 怎么减少坏账呢 怎么管理这些风险呢 只有采用对冲的办法 继续抛售平掉这些风险头寸 那么这是银行的资产 就把它抛掉 银行抛售资产 就相当于从市场 在回收流动性 所以银行在这个时候 不仅没有释放流动性 反而在回收流动性 那么这样就更加加剧了 市场流动性的风险 市场上缺钱了 所以这样就非常尴尬 金融危机了 银行本来是应该 加大提供流动性的 但是受到沃尔克规则 他们必须减少提供流动性 本来应该向外资投放流动性 但是他们为了管理风险 不得不抛售资产 回收流动性 所以银行流动性就干枯了 不能提供流动性 那么银行不给这些基金融资了 怎么办 于是这些对冲基金 就慢慢的垮掉 然后就是抛售平仓 而以侨水基金为首的 这些相对价值策略基金的规模 高达1.5万亿美元 他们拥有相同的行为模式 和操纵模式 突然现在集体抛售 所有的金融市场 就全部淪陷了 这是目前市场大跌的 一个直接原因 那么知道这个之后 再看一下美联储 它的操作 它是怎么干的 3月3日美联储是紧急操作 降息50个基点 可以说已经超出了市场的想象 但是到了3月16日 美联储再次紧急操作 一下子就把利率降到了0 就是常规的操作手段 美联储的常规的货币工具 全部用尽了 就是我上一节目里面说过的 美联储子弹已经打尽 我说的子弹打尽 是它这种常规的降息操作 降准操作 那么它还有其他的风险工具 就是非常规的工具 还是有的 同时在3月16日 美联储开占了7000亿美元的QE 大家注意 QE也叫量化宽松 一般来说 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 不再有效的情况下 货币当局 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 这是继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 三轮量化宽松之后的 第四次量化宽松 但是量化宽松的货币 美联储它还是担心这些钱 到不了企业 到不了美国居民的手中 那怎么办 所以在用尽常规的降息手段 和量化宽松之后 美联储就放出了王诈 终极大杀气 这是什么呢 3月18日 美联储直接绕开了商业银行 开始在市场上购买商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联储觉得通过商业银行 把钱投放到市场上 这个渠道已经行不通了 对不对 因为商业银行 它就管理自己的风险 我前面讲过 它现在在回收资金 在紧缩 它不敢对外投放资金 美联储也没有办法 所以美联储直接是亲自下场 到市场上购买商业的票据 注意啊 绕开商业银行 直接下场购买商票 也就是购买企业短期 无担保的商业票据 相当于也无信用的票据做抵押 美联储开始印钞放水 而且美国财政部啊 还给这样的行动 加了一个保险 它向美联储提供了 100亿美元的信贷保护 可以说这个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前面说的 7000亿的QE 也就是量化宽松 它购买的还是国债 和抵押贷款的证券 可以说这些票据啊 它的信用还是很高的 你看国债的信用不用说了吧 对不对 抵押贷款的证券 它有抵押物啊 它这个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而这次美联储呢 它直接下场购买的商票啊 它是没有担保 而且违约风险呢 是远远高于国债 也高于抵押贷款证券 这是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啊 首次动用这样的工具 为什么美联储这次这么猛 就是因为美国的流动性呢 枯竭了 刚才说的商业银行 未来规避风险 已经不敢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现在呢 美联储在想尽一切办法 来拯救流动性 向市场放钱 刚开始 美联储呢 向银行注入了5000亿的美元流动性 但是银行吸收不了这么多 它能吸收啊 就是780亿 因为银行它不需要嘛 所以银行的状况就是 欧尔克规则 有限制 禁止银行拥有或者资助私募基金 和对冲基金的投资 那么让银行在传统借贷业务和高杠杆 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呢 就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 银行担心风险 不敢释放流动性 所以它也不敢要美联储的钱 那么美联储呢 只有逆想它法 就是美联储直接购买商业票去 亲自下场购买 这就绕开了商业银行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懂啊 它通过购买无担保的商业票据的形式呢 就向企业和家庭来提供信贷 提供资金 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支持整个美国经济中的家庭企业和就业 最后啊 我也用著名的金融博客 您对冲的一段话 来结束这一期的节目 就是是好的 但是啊 美联储推出这个雷曼式剧本的购买商票 表明美国现在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风险 其中还包括银行和公司 而这种风险呢 之前并不存在 这也导致了市场在短暂做出上涨反应之后 已经开始加速下跌 市场还需要观察美联储 还剩下什么其他的弹药 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美联储到时候就会像三个月前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暗示的那样啊 最终不得不直接购买市场的股票和ETF就是 那么如果真有这一天呢 说明比2008年以来 更大的金融风暴啊 已经到来了 大家做好准备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能源的会员网站 一名是 3w.财经能源的全频.com 所有的音频和文字都将放在网站上 供大家查阅 大家也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发起提问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